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题目是 七个连续正整数由小而大依序为这个样子 若 则A等于多少 他问A等于多少 他这里是连续的正整数 所谓连续的正整数 他之间的关系是多一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式子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B就会是A加1 C就会是A加2 珠会是A加3加4加5加6 所以原式会是A平方 再加上A加1的刮虎平方 再加上C是A加3的刮虎平方 珠是 还有一个2没有写到 这里写2 在A加3的刮虎平方 等于1A加4的刮虎平方 好 我们再来整理 先看一下左边二次项的系数 二次项的系数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这里有四个 一次项的系数 在这个地方是2A 这个地方是4A 这个地方是6A 所以总共是12A 长数项的部分 这里是1 这里是4 这里是9 所以长数项的部分是14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右边 右边 二次项的系数是3 三个A平方 一次项的系数 一次项的系数 这里是8A 这里是10A 这里是62 12 12A 总共是30A 这里是30A 没有错 长数项的部分呢 这里是16 25 66 36 25加16是41 加36 加上77 我们再整理 继续整理 二次项 4A减3A 这里搬过来之后 会是减掉18A 77减掉14 7减4是3 63 减掉63 等于0 好 我们再来做十字教程法 用21跟3 这里是负 这里是正 于是 这一个二次方程式可以用十字教程法 然后分解成A-21 A加3 等于0 你就知道说 A等于21 或者是A等于负3 我们的答案 因为题目说 因为题目说 它是一个连续的正整数 它是正整数 这里是负整数 所以这个地方就不合 这个地方就不合 不合 那么 A就等于21 好 A等于21 我们的answer呢 就选A 如果有两个整数的差是6 平方和是218 则持两数中较大的数是多少 我们现在设这两个数分别一个是x另外是x加6 你要设x-6也可以 因为他们就相差6 你不管是设x-6这样也是相差6 这样子也是相差6 没有关系 我们 你要怎么设都可以 那么这题不难 因为它说平方和是218 你只要小心写慢慢算 它的平方和加起来 等于218 是不是不难 只要 你数目字没有超错 然后呢 慢慢算 答案就会算出来 好 218 减掉36 会是182 约掉2 911 是13 跟7 不晓得 你记不记得 所以原式呢 会是x加上13 x减掉7 等于0 他说是两个整数啊 他没有说是正整数 或者是负整数 所以呢 x等于负的13 OK x等于7 也OK 那么如果说 x是负的13 另外一个数呢 是负的13 负的13加6 会是负7 负7 如果说x14等于7的话 7加6会等于13 另外一个数是13 那么题目是问 两数当中比较大的数 比较大的数是 他跟他 所以是负7跟13 负7和13 我们这里选A 是1 本币 一 都 ес 鸡 1 1 4 4 1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